Hello大家好,我是Celin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秋冬的外套 那今天的影片呢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如果太長的話呢我可能就會把它分成上下兩級 那前半段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大衣外套 後半段呢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些羽絨外套 因為我今年在買外套的方向呢 有一點點變動跟以前不太一樣 主要呢因為是今年疫情的關係 我覺得我秋冬的時候應該會大量的減少書門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我今年買很多流行性很高的一些外套的話呢 我覺得有可能我今年穿不到 明年再拿出來的時候可能會過時 或者是我可能就會不喜歡 這樣子就會蠻浪費的 所以呢我今年其實流行性的外套啊買的非常的少 那今年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有很多電商啊品牌啊 從年初開始一直到現在都一直陸陸續續不斷的在下折扣 也因為這樣子我其實有碰到蠻多機會 就是收了一些我覺得之前高價位的時候 我買不下去的一些外套 這些都是一些經典的款式 就算我今年秋冬沒有辦法穿 我明年後年都還是可以穿 所以對我來說呢 今年就把錢花在這些經典款上面的話呢 會比較值得一點 那今年我也碰到蠻多機會 就收了一些Maximera的外套 今天我也會一併跟大家做一個比較詳細一點的分享 那也會告訴大家我都是用多少的折扣買到這些外套 千萬不要在美國買原價 好那就開始今天的分享 好那第一個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Petite Studio他們家這一季的新款外套 那這兩件呢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同一個款式 那我就一起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這個顏色好了 Petite Studio他們家這一系列的外套 其實已經出蠻多年了 也因為這個系列它真的是很好穿 然後又很舒服 也因為非常的受大家喜歡 所以他們每一年都一直在出不同的顏色啊 然後在一些細節上面呢做一些更改 那今年這一件呢 就換了我覺得更實穿更實搭的顏色 這個配色完全就是我的衣櫃裡面的顏色 這駝色的顏色我覺得是剛剛好 很適合亞洲人的膚色 不會太黃也不會太深 那裡面呢就是配這個米白色 也是同一個色性然後一深一淺 這兩個顏色呢是超級的百搭 那這一件它就是雙面都可以穿的 所以裡面跟外面呢都是有釦子 然後都有口袋 所以買一件外套就等於像是買了兩件外套一樣 然後提醒大家就是它裡面因為有衣櫃的關係 如果你要反過來穿 你介意這個衣櫃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先把它拆掉 起來不會反過來穿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被問說 欸你外套是穿反了 這個版型的外套它其實就是有點那種 落肩比較休閒感的 但是它的版型是很適合教教女生的身形 像我裡面現在是穿這個UNIQLO的3D系列的真摯上衣 下半身的褲子就是Evelyn他們這個米白色的直筒褲 其實就還蠻簡單蠻休閒的一個搭配 肩膀啊 袖長啊 林子的大小 我覺得都是很適合教教的女生來穿 也因為雙面都是羊毛的材質 所以它這件外套呢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厚度 他們家羊毛的材質呢我覺得穿起來不太會扎 不太會刺 就是很舒服然後外套也很輕 所以他們家外套其實我平時在秋冬的時候呢 穿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簡單好搭然後穿起來又舒服 腰帶的部分呢也是有正反面兩個顏色 搭配的時候你可以配同一個顏色 你也可以把它反過來搭配不同的顏色 今年腰帶的地方呢就多了這個扣緩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扣緩 更俐落更簡單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我覺得是非常特別的 也是我衣櫃比較少有的 所以我今年還蠻想要嘗試像這樣的配色 它一面是這種很經典基本的這種灰色 這個灰色呢顏色深淺也還蠻剛好的 那另外這一面呢就是比較特別的那種帶灰色的綠色 這個綠色跟灰色呢真的是很協調 你不會覺得好像很跳痛 因為它的那個色調是一樣的 我裡面呢就是維持跟剛剛一樣的穿搭 我今天就盡量會穿這一套 然後來給大家試外套 所以呢大家比較可以看得出來外套的感覺 這個顏色穿起來呢就跟剛剛的駝色完全是不一樣的 剛剛的駝色就是安全色 絕對不會說錯的 這個顏色就會比較讓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 它算是一個還蠻低調然後蠻沉穩的灰綠色 所以穿膩了一些基本款顏色的人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顏色呢是非常好看的 好一樣綁起來的感覺是像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很喜歡收集外套 因為其實就算你裡面都穿很簡單很簡單的穿搭 可是你外套加不一樣的 你塑造出來的感覺呢就是會不一樣 這件也是羊毛大衣 然後它的厚度呢比較厚一點 所以它重量呢稍微比較重一點 這件呢它就是完全是沒有間線的這種 裡面是這種有內底的 跟剛剛那種雙面羊毛的不太一樣 裡面的衣服呢一樣我都是都沒有換 就讓大家看一下穿起來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這件的版型穿起來也是很好看我很喜歡 兩個大的翻領 穿起來就更有氣勢 然後更有精神 長度的袖子地方也是非常的剛好 這件顏色我也是非常的喜歡 偏暖的淺灰色 有點像燕麥色跟淺灰色的之間 還有做這種立體的拼接線條 包括這個領子邊邊的地方 所以讓這種基本款的外套呢 多了一點點設計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件大翻領的外套感覺 跟我去年分享的那件灰色的Club Monaco的非常的像 那件外套我跟大家說 它的重量非常的重 那這一件呢一樣也是蠻厚的 但是它就是比較輕沒有像那件那麼的重 那版型穿起來的話呢 就是又更適合嬌小的女生來穿 這件穿起來的感覺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一件跟剛剛那件的保暖度來說的話 這一件呢又稍微再更厚一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的保暖度又會再更好一點點 再來這件是Mango的 今年我在他們家只有買了兩件外套 一件是那種毛茸茸的像泰迪熊的外套 但是我穿上去之後 我覺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那件我就退掉 我留下了這一件 所以它其實對我來講 算是一個流行性比較高的版型 它原本就是一件Oversize 然後呢我又刻意買了大一馬 因為當時我要買的時候呢 Extra Small已經沒了 因為我大部分的外套呢 都是那種合身啊 比較剛剛好的剪彩 今年我就買了蠻多那種 Oversize的衛衣啊 還有一些休閒的衣服 然後呢我穿那種比較合身一點的外套 其實會比較不舒服的 所以我今年就想要買一些 就是這種比較Oversize 去搭配我那些比較寬鬆一點的內搭衣服 但是這種很搭建的外套 很怕我以後會後悔 所以我就選擇買比較便宜 比較平價一點的 以後如果我不想要再穿的話呢 我也不會覺得太心疼 像這個袖子的地方 就真的是很寬鬆 所以如果我平常在穿一些燈籠袖的上衣啊 或是比較大一點的衛衣的時候啊 都是比較輕易的可以塞進去像這樣的袖子裡面 我就是打算把它拿來搭配一些 比較休閒風啊 街頭風的那種風格 剪彩是這種很Oversize很帥 可是它的大翻領啊 還有它的圖案啊 都是比較經典一點的 像這樣的衝突呢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好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幾件 Maximera他們家的外套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之前在歐洲的時候呢 有買了一件 Maximera他們經典的Lillia外套 他們家外套的質感啊 還有他們的品質真的是非常的好 買了一件之後 真的是我很想再去買第二件第三件 那除了Maximera之外呢 我今年也買了他們的副線 就是X-Maximera的外套 我想來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新的想法 那除了Maximera這個主要的品牌線之外呢 它底下也有幾個比較平價一點的副線 像是X-Maximera Maximera Weekend Maximera Studio 我目前有買的就是Maximera 跟X-Maximera 那主線Maximera的話 價格就真的是比較高 比較值得投資 就是他們家這幾個經典的款式 那我覺得其他的款式的話呢 在X-Maximera呢 都可以找到蠻類似的 但是價格呢 又可以低很多 所以我覺得比較 流行性比較高一點的話 就可以不用去買到這麼貴的價位 這幾個副線品牌裡面 我覺得X-Maximera的款式啊 風格啊 是最接近他們主線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預算有限的話呢 不妨就直接從X-Maximera來下手 我覺得也會買到一些品質很不錯 然後剪裁風格都還蠻好看的一些外套 我覺得主線附線的這個差異呢 有一點像是一個是95分 一個是80分 X-Maximera它一樣有很好的品質 也是蠻值得去買的一個附線品牌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買的X-Maximera外套 這一件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在歐洲買的這件Lidia 這件呢 是雙面都是羊絨 這件的質料 真的是超級超級的舒服 我就是因為這一件呢 愛上他們的品牌 羊絨的材質呢 是他們家外套裡面 等級算最高的 也是價格最貴的 當然全羊絨的外套 不是只有他們家有 但是他們家的羊絨呢 都是選最頂級 一般的羊毛外套也是一樣的道理 羊毛也有分不同的等級 有的羊毛就是會很刺很渣 有些羊毛摸起來就是非常的滑順 它一樣也是裡面沒有內裡 穿起來真的是超級的舒服 我那輕膚感真的是很好 而且外套很輕 但外套其實還蠻薄的啦 就是如果說你在紐約的冬天下雪啊 或是10度C以下的話呢 當然是沒有辦法hold得住 就是沒有辦法穿的 那Lidia的版型呢 是我覺得他們Maximera裡面呢 最適合小小女生來穿的 然後她的版型也是沒有肩線的 那領子翻出來的地方呢 也是很剛好 我買的這顏色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很多人都在問我說我買的是什麼顏色 其實我真的也不知道我是買哪一個顏色 這個才是他們家標準的鎖色 這樣子一放就很清楚 當時我在歐洲店裡的時候呢 Sales他是拿了這一件 然後跟另外一件比較淺的米色讓我選 因為當時店裡只有這兩個顏色有我的尺寸 我就選了這個顏色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後來我在網站上面看的時候呢 也都沒有看到這個顏色 我在想說有可能是他們當時候的一個季節的限定色 應該不是經典款的顏色 我自己是很喜歡很喜歡這個顏色 我知道很多人都對外套的價格還蠻好奇的 那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Lilia他們的外套呢 定價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美國定價是5000多人 然後他在亞洲呢又更貴 但是不要被這個價格給嚇到 我當時在歐洲店裡買的時候呢 我記得他的定價好像是2300歐左右 換算下來的話大概是美國定價的五到六折 真的是還蠻建議大家就是有機會的話可以從歐洲買 那這件是我去歐洲玩的時候呢 順便買的嘛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就沒有再去歐洲了嘛 不過這段時間我也其實陸陸續續收了一些Mexmara外套 大部分呢都是從歐洲的網站上面買的 其實也可以買到非常好的價格 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我在歐洲網站上面買的一些Mexmara外套 那這些呢也都是我自己品嘗 就是會不定時的去看這些網站的時候呢 碰上了這些好價格 大家如果對這些折扣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的Facebook的社團 通常我看到這些好價格好折扣的時候呢 我都會馬上第一手就發到我的社團裡面通知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去follow我的社團喔 這一款呢也是Mexmara他們的經典款之一 就是Malula 去年我也是跟大家說有機會我想要售這一件外套 這件外套呢其實是我上一個月才剛買的 你看我連標籤都還沒有拆 因為我還沒有機會穿它出去 這一件的質料呢是駱駝毛 它的重量呢有稍微的比較重一點 裡面是這種唇絲的內裡 那我買這個顏色就是他們家經典標準的這個駝色 這一件是他們家這種標準的浴袍式大衣 這一件呢它是有肩線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選這個款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挑尖線是剛剛好 你就要盡量去挑選你自己正確的尺碼 那我自己的建議是如果你是身高165以下的女孩子的話呢 基本上101801那一款就可以不用考慮了 那一款的上半身呢真的是非常的寬鬆非常的大 就算你的肩膀夠寬你的身高不夠 變得是一個倒三角形的比例 那件真的是很挑身高來穿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那一款就算再經典再多人喜歡 它不適合我就是不適合我 我自己就不會去買它 所以這款呢又比101801呢更來得容易駕馭 Lilia的感覺看起來就比較柔和 比較氣質比較淑女一點的風格 那我覺得這個Marula的感覺呢 看起來就比較正經一點 比較嚴肅一點 然後比較有氣勢一點 他們家外套的質感呢 就是都會帶一點點這種很漂亮的光澤 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歡 他們會覺得這樣太貴氣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那是高級面料它散出來的一個質感 而且它的光澤是那種微微淡淡的 不是那種很誇張很華麗的 我這次就是非常的幸運在網站上面 看到我的尺碼剛好在折扣 所以我就想說買這一件 面料很好這種經典的版型 可以去取代一些我以前買一些比較平價 然後質料比較沒有那麼好的一些款式 像這樣的款式呢就是非常的經典 幾乎都不會退流行 我可以穿好多年 那如果我要穿好多年的話呢 選一個舒服一點 然後面料好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會蠻值得的 再來就是價格 這件外套呢 它在美國的定價呢 也是相當高 將近是兩千九塊三千塊美金吧 這件呢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這件在歐洲的定價 其實是一千四百歐元 幾乎是美國定價的一半 它真的沒有美國光榮定價那麼的可怕 這件是我在Catire的歐洲的網站上面買的 我其實一直都很注意他們的網站 因為他們有很多 Mesmeral的外套的價格都非常的好 幾乎都是歐洲的定價 然後有時候會再打折 我當時就是睡覺的時候 就是慣例就是稍微的 懷下他們的網站 突然間就看到這個 Mura的款式呢 有我的尺碼 我收到的時候包裹是從意大利寄來的 當時我在網路上買是美金的價格 再加上美國的稅 價格就是他們歐洲的價格 然後再加上我美國的稅 就這樣子 所以跟我直接去歐洲買的時候的價格呢 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歐洲的店裡還不一定有我的尺寸 因為我上次去買的時候 要買這一件的時候 在店裡面是完全找不到我的尺碼的 所以有興趣的人呢 真的還蠻建議多去看一下這些 有在賣Mesmeral的一些歐洲的網站 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網站呢 它有很多東西呢 定價都是歐洲的價格 而且在打折 是非常非常的有優勢的 那我在他們網站上面也買過幾次東西 我覺得這網站的東西的包裝呢 是非常陽春的 我買這件的時候 它是沒有附防塵袋的 包裝也不是說非常的精美 就是比較陽春一點啦 沒有那種買精品的感覺 我收到的東西呢 是都還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有聽過有一些人說 他們網站呢 客服呢 不是很好 如果說你有碰到問題的話呢 在解決問題上面呢 好像不是很順利 所以呢 這個部分我就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在一些折扣比較好一點的 這種歐洲網站買東西的時候呢 你可能要多多衡量一下 我目前呢 是比較幸運一點 就是沒有碰到什麼商品的問題 需要跟客服接觸 所以呢 我目前是還沒有什麼不好的經驗 但是呢 我有知道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潛在性的風險 OK 好 再來這件呢 也是Maximera他們的經典外套之一 那這一件呢 也是他們非常適合 叫商女生來穿的一個版型 這款呢 他就感覺比較休閒一點 那我買的這個人是黑色的 跟剛剛那一件 Marula呢 是一樣的 也是駱駝毛 裡面也是一樣的 這個 絲質的這個 內底在裡面 黑色在鏡頭上面 真的看起來比較 不是那麼的清楚 但是其實黑色是最耐穿的 就是不怕它髒的那一種 這一件 他穿起來的長度呢 跟Lidia一樣 剛好是蓋住我的膝蓋的 這件他其實是有做肩線的 但他的肩膀其實做真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 他的版型呢 真的是很適合嬌小女生來穿 通常我都穿他們家UK2的尺碼 這一件我穿的是UK4 看UK4在我身上這個 合身度呢 還是非常的好 所以這件呢 就是可以往上拿大衣嗎 都沒有問題 就完全不會壓身高 翻領的地方呢 跟Lidia一樣 就是這種 翻開然後這樣很順的 這樣直接垂下來的這種弧度 是這一款呢 他多了一個帽子 比較有休閒的感覺 我在穿一些比較休閒的穿搭的時候呢 我就會蠻喜歡搭配這一件外套 那這件款式呢 其實是我 最常看到打折的一個款式 不一定是打折 但是有些歐洲的店商呢 他們會突然間降價 像是Selfridge Harris 他們有時候都會有一些特定的尺碼 會突然間降價 像是前幾天我就看到Selfridge 有一些款式 他的UK2呢 就直接降價一半的價格 其他的尺碼都是原價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都可以常去看一下這些價格的變動 這一件呢 是我之前在英國的Harris網站上面買的 當時候呢 Harris他們寄到亞洲的價格呢 是降了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是1000多塊美金 也是幾乎是美國的定價的一半 所以當時候其實我是把它寄回台灣家裡 最老話一句 就是多多的去逛一下這些歐洲的店商 你都會發現到不同的驚喜 好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Maximera他們的附線 這一件呢 是XMaximera的外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這件外套有印象 這件外套其實就是我去年跟大家分享 黑五購物清單裡面的清單之一 當時候我就說我想要買這一件外套 那時候在Harris是打9折 後來因為我預算就爆掉了 沒有辦法買 結果沒有想到到春天的時候呢 他們剛好有個降價的動作 打了7折還6折 黑五沒有買到 反而就是撿到更便宜的折扣 那這個款式呢 是XMaximera他們的一個經典的款式 他們這個版型 每一季都有出不同的顏色 那我買這個顏色呢 是這種有點帶灰的這種藍紫色 這顏色真的超級漂亮的 所以如果要買這個版型的外套啊 其實你每一年都可以買 你今年沒有預算 你明年還是可以買 就不用急 但是如果你碰到你喜歡的顏色 是那種季節色 不是基本款的顏色的話 那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再等到下一季 這個面料呢 是這種兩面都是羊毛的材質 但它這款呢 其實真的做的還蠻薄的 就是它的保暖度呢 是很有限的 比較適合可能是亞洲的冬天啊 或者是西暗的冬天 那如果是冬暗的話呢 可能就比較適合是春天 或者是秋天的時候來穿 這羊毛質料啊 跟它的質感也是非常的舒服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羊毛呢 在身上呢 是不會刺不會渣的 這個版型剪裁 其實也是蠻適合 較少女生來穿 這件也不是最小號UK2 這件我是穿UK4 對我來講的話呢 是大一碼的尺寸 可是呢 它的袖長啊 合身度呢 都還蠻剛好的 那它的外套呢 本來就是這種 比較寬鬆的剪裁 它不是那種合身的 我都是會在後面 就是把它綁一個結 這樣子的話 你正面看的時候呢 就是不會覺得 布料很多很寬鬆 這件的長度呢 算是我這幾件裡面呢 最長的一件 它還有做其他一個版本 也是剪裁 幾乎都是非常的像 只是它的長度比較短一點 大家可以去買那種中長版的 或是短版的 就不用買這麼長的 那我會把其他比較短版一點的款式呢 注解在下面訊息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 這樣這個外套 在美國官網上面的定價也是蠻高的 但是SMS Mera的外套 在歐洲網站那邊打折的時候 都是打得非常的低 通常這個外套 大概可能是600塊 700塊 有時候甚至更低 有可能五六百塊美金 就可以買得到 所以在打折的時候呢 可以看看他們家這個系列的外套 我覺得它的舒適度呢 質感也是非常的棒 但是如果說你是很在意保暖度的人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的 挑選一下 好那說到這件外套呢 我又要把我之前買的Mango外套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這件Mango外套 是我之前買 然後我常常常常常穿搭的時候 會出現的一件外套 其實我覺得這件外套 它的版型啊 跟它的剪裁和深度 我真的超級的喜歡 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的質料真的不是非常的好 像Mango這件的價格 便宜非常多 它打折下來的話 100多塊美金就可以買得到 就算我買了這麼多外套 我還是非常的喜歡這一件 就是我還是常常拿出來穿搭 它除了面料比較不是那麼好 質料不好之外 它真的是接近完美啊 這個就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這種用料方面的話 真的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跟剛剛那件藍色的外套呢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想要嘗試這個版型的外套 想要嘗試這種風格的外套的話 我真的還蠻推薦可以去買這件外套 好 最後一件外套呢 也是我最近剛買的 也是XMASMARA他們家的外套 但是因為我朋友前一週來找我的時候 他穿不夠的外套 所以我就把外套借給他 我還沒有把它拿回來 那我把照片跟影片放在這個地方 這件外套呢 它跟我前面介紹的這幾件比較不一樣 它的質料是那種長毛的 毛摸起來是非常滑順 穿起來的感覺是有點像是那種 泰迪熊外套的感覺 但是呢 它比較輕盈一點 然後也穿起來也不會那麼的臃腫 穿起來的版型也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也是很適合嬌小女生 因為像這一件啊 我自己穿到UK2的尺寸的時候 我覺得肩膀是已經到了滿極限的 那像這個外套呢 我也是在折扣的時候買的 買下來的價格大概是 美國定價的六折左右 所以也是非常的划算 我就會把這些我買的外套的一些細節 跟網站呢 就把它放在下面資訊欄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參考 我覺得今年折扣的力度呢 都有比以往來的更好 今年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買到更好的價格 我會把這些訊息呢 放在下面的訊息欄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 或者大家可以去follow我的facebook社團 每天都會在上面呢 更新最新的折扣消息 下一支影片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羽絨衣外套 所以大家記得要回來看我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給我一次 rehabilitation 去問看影片 我們請你做到睡眠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支影片 我們帶我回來 可以找到了 這邊嗎 我們請坐出來